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同电军是我国成立的第四军种防堵骇客瘫痪指挥系统 主要对付对象就是中共政府 2017年成立时 吴思怀还说没有必要特别多个军种 如今却反过来关心 但这里当是台湾国防及机密的资料之一 绝对不能外泄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 未完委员会要一直调浅舰的资料 浅舰官兵弟兄加油 蔡政府推动浅舰国造 其中细项通通都是机密 吴思怀身为退仗 但轻忠形象引发争议 不在国防委员会却要求调阅相关资料 被执意存核居心 我只是要公开资料的汇整便于我的问证 吴思怀手上这一本 就是跟国防部索取的资料 国共军力对照联合兵种 三军建军构想 前建国造猎雷建案都在里头 国防部表示严守底线 只提供不涉及机密的文件 但消息人士指出吴思怀要求的 除了公开资料外 还包含十年建军 五年兵整等长期战略规划 评估台湾战力等资料 都在他的清单中 一定会造成国人同胞的疑虑 我看国民党也会吓死了 台湾激进直接制图 炮红不掩了 中共代理人现出原形 吴思怀本人是问证必要 还是另有所图 得靠自己好好说清楚 3T新闻各自钢组织军 台北报道